大家好 很不幸的吴亦农这个选举又输了 这本来是民进党一个很好的止血的机会 当一个 气势 下跌的时候 要找到一个止血的地方 止血反弹的地方 吴亦农这个选举是一个机会 不过 大家还是不够努力 天龙国本来 那个选区也是从来没有民进党 但是不能也不能这样自我安慰 努力不够 那我们再讲一下 最近 政府要发钱发现金 我发现有一个大问题你发也不也被骂不发也被骂 这是因为 所有的认知作战正在全力发动 全力在发动所以 亲共天共者 然后找到任何一个机会 他都要 都要骂你 但是你要发现 难道真的台湾人真的有那么的 是非不明吗 难道跟着起舞吗 我发现一个现象 就是说 所有的亲共的 所谓的网红 他们为什么做的声量好像都做得很大 你给他看一下 你给他看一下 包括什么 朱学恒 包括馆长 包括什么 历史 这些人 你看看 他们的打赏都非常多 朱学恒一年的打赏大概有六七百万 我馆长也有五百多万 那个什么 历史 那个家伙 他居然放一个 支付宝的收款码 支付宝的收款码我还原有 支付宝跟微信收款码我都有 我为什么不会放上去 为什么 因为我的受众不在中国 我的受众不在中国 况且他就是中国人打赏给我也没用 我又拿不出来 那这些人能够 能够在 明目张胆的 要拿人家的那个那个什么打赏 是用支付宝的收款码 我觉得那很明显 那就是他锁定市场在中国 就是这样一群人 可以让这样这些人他们 自媒体的声量越做越大 不管做什么都要资金 都要资金 所以你也就是我不知道 那个是共产党给他的 打赏 还是真的 台湾亲共亭共产党有那么多吗 一样是做网络 一样是做网络的自媒体 他们打赏确实特别的多 这个是事实 那有人问我说塔珊你怎么 你怎么不 不诸多打赏 说真心话 我真没想到这个事情 我听说油管 订阅不超过1000就可以盈利了 我现在 快12000了 我没想到这个事 昨天有很多朋友跟我讲说 你要开始做盈利了 对对对好吧好吧 我已经让我的助理 赶快去做这个事 申请这个事情 革命是需要资金的 这个我们都了解了 要说革命要做任何事情都要资金 这些亲共者的声量越做越大 真的他们后面的 这些 支持的人 我 我相信 应该有一大部分 是来自中国 是来自中国 所以呢我们 所谓的本土意识者 这方面可能 真的大家要再加强 这方面的意思 一个月 打赏一个饭盒的钱 应该对影响不大 但是可以集中力量办一些事情 办一些事情 但我这是闲谈 因为 这两天有朋友在跟我谈这个事 我也想说也确实 也确实应该要做 我们来看看 习近平这些年 这些年做的事情 一塌糊涂 我不是有个短视频吗 就是说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红利 跑哪里去了 跑哪里去了 其实我那个还有很多东西没有说 城头 包括他们 地方的城头 还有上百万亿的负债 我还没说 但是很多小粉红已经受不了了 确实很奇怪 地方政府40%的财政来自于卖地 那他卖那么多地 他应该很富有 他负债 地方政府负债上百万亿 这是 向松座 他们的经济 著名经济学者在 4年前在人民大会上 说中国地方政府的负债超过60万亿 而且没有人想还 4年来 中共的 风控 基本上收入有限 但是他的支出非常大 所以他们说光去年 光去年 2022年 国家财政赤字就是7万多亿人民币 你就想一想 所以 我说地方政府负债 负债几十万亿上百万亿 一点都没有夸张 好 那还有 建设的那个建筑商 建筑商恒大 不是恒大要倒而已 碧桂园什么都要倒了 其实中国所有的 建筑商全部都负债 这个事情没有爆发之前 你能想象 中国的建设公司的建筑商是负债的吗 因为那个房子的房价是涨了30倍啊 中国这几十年来房价涨了二三十倍 所以结果 地方政府负债 建筑商负债 买房子的人民负债更多 银行负得更多 四大公银负债100万亿 这个都可以查资料 还有很多小银行我没说 什么兰州银行 什么辽宁那边的银行 倒了很多银行 这个我都还没有说 如果这个加进去那就不止这个数字 所以中国到底负债有多严重 小粉红们 小粉红如果听到我的这些话很崩溃的话 你应该 秉着实事求是的精神 自己去查资料 自己查资料 然后 再来告诉我 不要在我的频道乱留言 那会让人觉得你很幼稚 很无知 好不好 因为这个数字不是我给的 这是我也没能力去给你这个数字 中国是可以查到这个数字的 这个数字很明显的在那里 所以呢 不需要这样的打击我 对我对你用 你把我打击了 你们国家负债不会就解决了 还有告诉你台湾政府是个没有外债的国家 台湾政府有没有负债 负债在国内负债 没有外债 去查一下 这种高度工业化的国家没有外债的全世界可能只有台湾 台湾这个国家很了不起 这个你都可以一并去查 不要来这边 给我鬼哭神好 对你没有任何意义 我们做事情是实事求是 所以说 这些事情在都在习近平的任上在发生 所以他们现在在问习近平到底 你在做什么 习近平做了多少错事 所以他现在叫做什么 以前叫做加速师 现在在烂尾 烂尾师 你知道吗 他烂尾了什么 第一 我们从最近的开始 疫苗开始就烂尾 所以才造成后面的问题 风控 也烂尾了 清零 风控 解封 全部都烂尾了 加上他这些年来做了什么事 从亚投行开始 亚投行 一带一路 北京政销所 千人计划 房地产我刚讲了 还有扶贫工程 21个 经济 自由贸易区 全部 烂尾 这个可能台湾人 雄安特区 10万亿的芯片工程 10万亿是多少 大概50万亿50兆台币 50兆台币台湾一年政府总预算才2兆多 50兆可以让台湾政府用20年 他这样投下去烂尾了什么也看不到 节用减碳 低端人口清理 香港国安法 动态清零 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等 全部烂尾 每一个 工程 每一个我刚讲的每一个事情都是几万亿的投入 所以 中国为什么改革开放30年的成果在哪里 一部分是被贪官污吏 拿到美国 拿到瑞士 瑞士已经公开了 前100个中国人的存款超过8万亿的美金 8万亿美金 瑞士公布的不是我公布的 好 一部分钱被贪官拿走了 一部分钱被习近平败光 这些钱 你中国再大 再有钱 一边贪污 一边错误的政策 我刚讲了20几个 每一个都几万亿 光这个就上百万亿 光我刚谈的这个就 亏损上百万亿 所以说为什么中国的负债这么严重 为什么中国 习近平从加速是变成总浪尾斯 这个东西历历在目 小粉红们 我希望你看我的频道之后 有什么意见 自己去查 自己展开你的那种实事求是的精神 去了解 我塔山说的话 到底是违远耸听还是事实 这个你都可以查到 希望因为你这样来查一下 让你重新清醒 这可能比我去跟你传播 传播真相十年还有效果 因为你自己看到了 你自己因为我提醒你 你去查出 中国真的是一塌糊涂 从经济到政治 国防外交 一塌糊涂 这是总浪尾斯 这个你去查一下 对你的人生会有改变的话 变成是个境界 真的有所提升 谢谢你 还有习近平这次不是谈的是 要和平统一台湾吗 他以前一直都说不放弃武统 现在开始谈和平统一 这个两个意义 第一他真的短时间 已经没有钱 打这两仗了 所以他慢慢要改选一策 谈武统 共产党谈和平统一台湾 他不在谈武统 谈和平统一台湾 但是台湾国内的所谓的共鸣 中国代言人 开始用文公武贺威胁利诱 还是在做 只不过换人做的而已 以前是共产党的大外宣 跟你文公武贺威胁利诱 现在是台湾国内的共鸣 现在跟你谈 选民进党就是青年上战场 这些是是而非的东西 换人说而已 所以说 共产党第一 我说打仗要打经济吗 他确实打不动 他确实打不动 未来的经济只有下滑 我就又放了一个 放了一个短视频进去 在我的频道 中国所有的外销已经在 断崖式的崩塌 所有的港口从北京 从上海沿路下来 到那个沿田港 一路上所有的港口 空柜子堆满地 堆了已经没地方放了 这个就知道说 外销的东西在减少 当年 就两年前 疫情刚开始的时候 因为全世界转单转到中国来 那个时候 中国经济确实好一段 那个时候 货柜一柜难求 我相信台湾人都知道 做生意的人都知道 所以那个时候海域运费 不是涨了几十倍吗 所以长龙海运 阳明海运 不是发了大财吗 好 短短两年的时间 现在变成 空 空的货柜堆满了到处的港口 堆到要堆到港口外面的空地去 非常非常严重 显示 这一次 中国的经济 军队 这个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军队中传出来的消息 没有那么支持习近平 好不好 所以他现在开始 换一个方式 习近平喊和平 统一台湾 然后岛内的 台湾国内的 这些共鸣泽 这些红色代理人 开始喊 威胁利诱 然后呢 无功无赫 换人说而已 不奇怪 敌人还是在那里 敌人还是在那里 我们再谈一下这一次的 这一次的疫情 那个 开放之后 中国高官死了很多 所以很多原因是什么 因为 其中有一个叫高占祥 他是中共文化部副部长 他不是说高占祥身上器官全部换了一遍吗 器官换了一遍吗 甚至那个江绵恒听过换了五次肾 好我就想问你 这个肾从哪里来 这个器官从哪里来 全世界 你在台湾说要换一个器官 这辈子不一定等不到 在中国你只要谈好价格 你就可以到中国去换 他们的高官也换了很多器官 器官从哪里来 所以法轮功讲的他们强摘器官是真的 而且每年有百万个年轻人失踪 失踪再也找不到 连尸体都找不到 我跟你讲 器官被摘了 被摘器官之后可能就直接 直接烧掉了 这个事情在中国真的发生 他们自己讲的 高占想说全身器官都换过一次了 换器官他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有排斥的问题 别人的器官放在你身体里 你的免疫系统会去排斥他 所以他是大量的 降抗 降那个什么 免疫系统把免疫系统降下来 他不会去抵抗 抵抗这外来的器官 你免疫系统下降 对这一次的新冠病毒 他只要遇到必死无疑 必死无疑 所以为什么高官会死这么多 所有作恶者 天 天理 天理糟糟了 报应真的不爽 所以这一次死了很多高官 我之前我有看到一个人 我是没有把它写下来 没有抄下来 那个高官的名册 可以念一个小时念个晚 就是说中国在这种倒行逆施之下 人民一点安全的保障都没有 所以中国人不敢捐学 你知道为什么 我有很好的朋友是医院的高管 很高阶的人士 他也叫我不要去捐学 在中国不要捐学 因为你可能的基因会被人家配对 如果你捐学之后 你的基因被高官配对好了 你搞不好你半夜就不见了 他们是用这种这种捐学的 去寻找 基因配对的 只要配对好了 你什么时候消失不知道 被人家抓去强摘器官 一点都不奇怪 这种东西沸沸扬扬已经谈了很多年了 这一次疫情居然爆发这样的 伤天害理的事情 他们自己讲的 不是我讲的 说高占祥全身器官都判完 结果还是死了 这样的国度 台湾人你能接受吗 所以这些亲共舔共者 如果你真的知道中共的邪恶 你真的敢跟他统一吗 你真的以为统一了你就是特权吗 不 统一了第一个杀你们这些人 因为共产党从来都看不起 这些 这些背叛者 共产党很看不起背叛者 以前国民党的投降的 军队 大家都知道下场 他们不是说 第一降接 降接用吗 第二 刺激消化掉吗 消化掉小猫把你杀掉啊 不然就是 送到北朝鲜去当 冰雕连了 这个大家都知道 我说过 在我们的民主群里很多国军 后代受害者 一群 这些人 都是可以随时可以作证的 可以说真的 所以 国民党的那些亲共舔共者 如果到今天来看不懂 的话 我是觉得他们 早晚 早晚要承受这个苦果了 还有 共产党的 执政的基础是什么 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就是 比场 他们跟世界 我们世界各国家的所谓的外交关系的 谈判 基本上他们寻求一个双赢 但是共产党他有一个 招数很厉害 他跟你比场 什么叫比场 美国跟人谈判 如果你不同意我的做法 我就跟你杠到底 杠到底 我的人民可以吃草13年 王岐山讲的 王岐山什么时候讲的 前两年才讲的 我跟美国打贸易战来 我可以打到底 我的人民可以吃草13年 你美国人可不可以 当一个国家 用一种流氓式的外交 他跟你谈判不是说找一个双方共赢的 的政策的办法出来 而是告诉你 你敢跟我干到底 我的人民吃草13年都要跟你干到底 所以他在跟你比场 因为他有一群 温馴的韭菜可以真的吃草13年 不好意思 这是你 个人的看法 现在中国的人民已经在觉醒 从白纸革命之后 人民的觉醒 他已经不再 是你以为那个文革时候可以吃草13年的人 所以从白纸革命到樱花革命 慢慢的一步一步 那种 你们看到中国现在胆子大了吗 以前他们胆子很小 真的 把公安一来就跑光了 现在是不是冲破 冲破为难 冲破你的那个 那个什么 那个什么 公安的那个防线 现在中国能敢这样干 因为从白纸开始 发现你共产党是脆弱的 没有你以前 表演的那么那么强大 当你的极权统治被人民看穿了 未来你的问题会很大 习近平你真的有很大的问题 你相信我 如果你还不懂得 做政治改革 你这个总加速师 总浪尾师 最后你就是个亡国之军 亡国之军 所以中国已经很多 有识知识的讨论 后共产党时代 中国何去何从 当然他们有很多的 很多的说法 我基本上也同意了 就是说共产党倒台之后 中国要走入民主之后 要怎么走 他们也没有受过训练 他们也不懂 所以他们很多人想要拿台湾当饭本 甚至如果他们民主化之后 他希望台湾的有势之势 能够到中国去参加竞选 这个是他们的一些规划 当然很多人觉得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那这个事情就是说我 我比较认为 我比较认为 让敌人彻底的民主化 才是台湾最大的安全 如果走到那一天 台湾的有势之势 愿意去中国 参加竞选 也许也是一条路 当然我跟你讲 那个不是一个很好走的路 不是很好走的路 中国那个时候 是一个群雄并起的时候 你去中国去参加竞选 搞不好会被暗杀 会比台湾现在的选举黑暗100倍 所以中国刚走入民主的时候 台湾人有那个勇气 要进去中国参加竞选的人 那我是很佩服你 但是那个风险绝对比台湾大100倍 那这是言外之 这个是这个 题外话 题外话 但是 已经很多人在规划 后共产党时代了 我认为 我认为不是空穴来风 很多人已经看到共产党的脆弱 习近平的脆弱 总浪尾斯已经很可怕了 他加一个总加速师 什么都在他身上 经济又垮了 他军队 他又要倒查30年 军队那些贪污 贪污的 那个 公务员那些贪污的不吓死 大家一有机会就共产党可以推翻了 以前这些都是他的党卫军 现在都变成他敌对的势力 所以为什么说 习近平 我称他为习大傻 他没有任何政治手腕 他除了凶狠之外 所以他只做成了一件事 就是夺权 很多人就在想说 这小子什么都不懂 什么都做不好 那夺权还真一流 夺权真的是一流 够横嘛 够横够横 但是这个不是治国的 治国必须要有一些 真正的治国 治国的人才 你看他的 他的内阁全部是一群小矮人 一群地皮流氓 所以他做不了 他没有办法治理这个国家 所以未来会更加的荒腔走板 我们台湾人 拭目以待 把台湾守好 把台湾守好 2024不能再输了 吴依隆是最后一次输了 本土人是真的要 团结起来 更加的 更加的 劳心劳力 多出一点力 多出一点力 这个 限制我们现在台湾能做的 先守住台湾 静观中国的变化 未来我们是真心 真的独立还是说 等中国民主化跟中国形成邦联或联邦 这个都是可以讨论的 但是前提是要先守住台湾 在这种风雨飘摇的时候 在中国这种政治动荡的时候 台湾未来要面对的挑战要更多 所以必须是本土人来主政 本土意识来主政 否则的话 不堪设想 好 最后 再提醒各位 再提醒各位 真的要 多尽一点力量 能做的事情 尽量多做一点 任何事情 都需要有一个团队的 需要一个团队的 才能成事 今天先到这里 讲到这里 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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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